反過來 人們都會覺得 如果你加息的趨勢 會不會不利收息股 你自己也認為這個大環境之下 我們接下來應該怎樣去選擇比較大家想存的收息股 因為久不久都會有人想問 我想存一下收息股 應該怎樣選擇呢 有沒有什麼建議 收息股呢 我覺得都是比較 例如內銀 其實這些都是很好的純收息 例如941這些純收息 別想炒上炒 很多人問 為什麼股價不升呢 就是經常都不升呢 我覺得坐著例子的大價股 就是想著收息而已 因為其實例如中國移動來說 這個息率都接近有七厘多的 現在去到50元 所以我覺得這些類型的股票就比較穩陣一點 中國移動這一類型的股票 坐著都七厘息 所以是挺不踩的收息股 有些其實看到最近有這樣的資源股 這個息率也非常之厲害 之前是883 大家可以看看 中海有了 中海曾經買過超過10厘息的 除淨了之後 股價就當然了 跌回到12元這些位置跌回到11元 沒辦法 看到其實也不是一個持續性的高息的股票 因為油價上漲 它才說那個息率才會有好的利息 但這個不是經常性的 因為油價都是無常的 始終有機會如果風脹回落 油價一定會回落 所以這一輪的資源股票的息率 大家就不要想著衝敬它 很長期都派10厘 十多厘 我覺得不會的 再看看1088 中國神華亦都派過超過10厘息的 但這個資源股票 最近來說 煤炭和油價都超過敗 所以對於他們的股價有一定的利好 中國神華也派過超過10厘息 都是周期性的收入 都是非經濟性的一些 很大型的收入 所以中國神華這一輪股票就不適合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純修飾的話可以考慮一下中資的電証 例如中國移動、內銀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